最帅和尚世明星放弃公务员剃度出嫁拒绝妇婆400万法拉利 是看到红尘还是六根不尽 说到地表最帅和尚非世明星莫属 作为摩克斯的主持 自从世明星入寺后 很多女施主不远万里来到寺庙只为一堵她的真容 甚至有妇婆送给她价值400万的法拉利 只求与她共度余生 世明星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让无数妇婆如此疯狂 披发维森14年之后 世明星如今怎么样了呢 世明星原名金汉杰 1980年出生在浙江一个小镇 世明星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不仅成绩无异 颜值更是吊达一种男明星 大学毕业后 世明星报考了当地的公务员 从14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短齿了其他人眼中的铁饭碗 这一端就是十年 按部就班 工作十年之后 世明星意识到 这样的生活不是她想要的 直到2006年的某一天 世明星法师偶然间听到了一首名叫《轮回》的网络歌曲 她忽然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决定放下俗世的一切去修行 可是她正值结婚生子的年纪 父母双亲健在 虽然不会同意她放弃前途 母亲极度痛哭 甚至守着她不让她出家门 然而一切阻拦都挡不住世明星出家的脚步 2009年世明星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理想 到浙江永家县庙制寺提督出家 出家为生之后 世明星经常在视频平台分享出家日常 截止目前已经收获了上百万粉丝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不少人都莫名前来上香一堵她的阵容 甚至有附和以400万法拉利跑车相赠 欲求她回到红尘中相伴一生 但许都被她拒绝了 然而还是有不少少妇死产乱打 世明星作为寺庙的住持 也不好对于这些相可动作 无奈之下世明星只好选择报警 此时曝光以后不少网友分愤怒屁 她六根不敬不配为僧 面对质疑世明星从没有回应过 因为亲者自欺 面对世俗纷扰灯红酒绿 世明星仍秉持着佛子操守 转眼14年过去 42岁的世明星依然帅气逼人 很多人都为世明星可惜 放弃铁方的工作 不经理事不吃酒肉 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对此世明星这样解释到 人活着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是最大的幸福 而我喜欢佛教 与佛有缘 能出家修行便是最好的归宿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